九哥 差不多了 快过来看看 挖得真深啊 好了 万事俱备 就等那个倒霉的仙博掉进去了 来了来了 仙博来了来了 快来了 快快快 好啊 拜见学君 免礼 帝君 请 你 别快脸 你站住 你居然还敢来 要不是你 老子怎么会在这儿 犯银骨被困半年之久 老子要招你报仇学恨 住口 你这大胆狂子 敢对帝君如此无礼 还不速速退下 退下 帝君请息怒 是老夫管教不严 可后 定会严惩于他 请帝君上座 帝君 夫子 今日天气甚好 不如我们在学院外讲学如何 茶水一事 本就取法自然 在白鹿林中教学寿寿 令我等学子 更能习得天地之妙气 是 是 是 简直手工呢 近日东风凛冽 怎能劳动帝君去外讲学呢 可后 都给我发愁 夫子不必动脓 在外讲学也畏为不可 今日虽有风 但阳光晴好 不如在外设习 教学讲授吧 好 是 帝君 夫子 外面请 说过多次 我既为你们的老师 以后换我老师即可 是 是 帝君 外面请 请 你不向我道谢吗 道谢 老子凭什么谢你 怎么 难道你不是为了姬衡 留下来的吗 我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一马归一马 你别混为一谈啊 住口 你这大胆狂徒 敢对地军如此无敌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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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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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父子扬言要扒了我的皮 萌尚没跟你说呀 没有啊 我得罪父子了 老子看你在这儿 一点儿不着急掏命 心里就把你定义为一条英雄好汉了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别跟我废话了 赶紧告诉我 父子为什么说要扒了我的皮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对你来说应该是 喜忧参办 我这个成语用的对吗 就是你设的那个陷阱 你想框的人没有框进去 倒是你一直在找的夫子 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吧 他就是 小燕啊 我真的很欣慰 你终于领悟到姑娘们不同你好 乃是因为你这张脸 长得太过标致 总之就是夫子他 他掉进了陷阱 什么 不过他没事 他只用了半个时辰就脱身了 然后他就说要扒了你的皮 那他要扒我的皮 那我就说说我还 给给给他吗 我看你就是三跪九寇地乘上去 估计他也不会放过你了 那怎么办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都说了 九哥 冰块脸 你给我站住 我话还没说完呢 逃命要紧 我今日定是撞邪了 撞邪的 怕是老夫吧 父子 差点被你这消消暗算 逃 逃 看你这顽图往哪里逃 你今日所作所为 为事 发你蹲个水牢 不愿吧 父子 你先息怒啊 我 我 你看 你看父子 你让我抄十遍书 我都抄了二十遍了 看在我如此诚心的份上 你就高抬贵手吧 再说你看这苦寒天 如果蹲个水牢的话 可能也会动机先身 看在我夜宵族 一比银鸟一族 十分友好的份上 父子 您就高抬贵手 少罚一点吧 还敢跟我讨价还价 近日为师 就用这捆线索 锁住你的先则 让你好好长长记性 哼 要罚就罚说什么 我言大义之词 如果我今天皱一下眉头 我就不算好汉 你让他去蹲水牢 谁来伺候我 帝君 哎呀 帝君 这 怎么一言不发 难道不为方才的事 说半个字呢 你还要我谢谢你啊 不妨说来听听 所以你是来救我的 早半年你干什么去的 现在才想起我 告诉你我不稀罕 让开 别挡到 我半年后来救你 跟半年前来救你 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有分别了 让开 所以 你是在使小兴子呢 没有 我看你还有心思捉弄夫子 想来在这股内 也不是很不顺心吧 那你编成一块丝帕 你试试 你编成一块丝帕 你被带去决斗 还要一路担惊受怕的 最后还要掉进悬崖里面 被困半年之久 你试试 看到没有 你再问我这种蠢问题 这只松枝什么下场 你就是什么下场 小的时候脾气上来了 我可是跟西天犯进的佛陀爷爷都争吵过 虽然我也没得什么好下场 回去就被我家那老头子 拿着一个大棍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但是这样 方才能够显示出我青秋红糊 禁锢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感 是问 这世间有谁敢当着佛陀爷爷的面 同他叫板啊 我就敢啊 再说吧 这世间又有谁敢当着 当着你的面 说要把你揍得跟一节顿松枝似 我又做到了 所以你现在感觉到 很钦佩自己 感觉很爽 很有趣 想必你现在大约也是生气的 你们这些大任务 一向是受不得一死气的 想来今日 也不会是这么平安了结了 那我们就痛快地 对打一顿 将根院了签了也爽快 虽然极有可能是 你把我揍得像一节断松枝似的 那么能将对方揍成什么样 大家就各凭本事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因为变成私帕 流落至此 十分愤怒 倘若我愿意试试 也愿意变成一块私帕 任你趋勤 或许你就不会那么愤怒了 这又何难 这是幻觉吗 我没有让你变成私帕 好 这个花跟我那封私帕比起来 果然是大忌许多 好 白胆虾 我稳当 别掉在地上 我怕了 你方才说东华同莲送下棋是几时来着 就是刚刚啊 他们现在应该还在下 好 作为一个神仙 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哎 你 你说谁无耻啊 是可人说不可人 当初你决定骗我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想过 倘若我发现这个骗局 会恨你一辈子吗 还是你觉得 我根本就没有识破 你这个骗局的智慧 你这刚入范茵谷没几日 怎么就把青秋这位小弟姬又得罪了呢 我看他气冲冲过来的样子 像是要拿把刀把你斩成八段 没什么 低估了他的智慧 糟糕 竟被这蝶咒术逼得献出的九尾 这样子怎么有杀气啊 说不定还会让他觉得非常心急可爱 你这样戏耍我有意思吗 你看着我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见过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 你从未见过青秋帝迹 你小的时候 我是不是救过你 可我隐约记得好像 帝君辞行普及众生 这种事情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我救过你一次 你还没来得及报恩 我骗你一次 你不计较就当报恩了 怕死还我吧 你将他折腾的调色 我也不同你计较了 我早已报恩了 我早已报恩了 什么 这个 你这么想要回这个帕子 是不是因为这上面的花 是金横台修给你的 不要 你 诚然你不赏 不过造成此种糟糕的近况 你若能干净利落地把它处理好 改日见着你 我尊称你一声爷爷 听说太上老君近日炼了一味丹药 服下几颗选择性遗忘一些事情 没有解药绝对记不起来 你择日替我去拿一瓶吧 你这样是否有些无耻啊 不觉得 下次见到我 记得叫一声爷爷 喂 喂 我忘了告诉你 吉衡也在谷中 吉衡也在梵音谷 他就是蒙少和杰律说的那个宫廷乐师 其实老子一早就认出他来了 不过他一直不肯承认 他是怎么到梵音谷来的 这个他具体倒没说 反正就是阴差阳错来到谷中 然后留下做了宫廷乐师 那他现在又承认自己是吉衡了 冰块脸每次来讲学 他都会出关随事左右 他看抵赖不了就承认了 你说我们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分 老子跟你说话呢 原来他们俩早就见过面了 这些年来 帝君和吉衡一直都要联系 那又如何啊 他对他真好 就算他逃婚了也不计较 虽然帝君没有记忆 可当初在凡剑 金衡还企图帮着别人盗取灵壁石吗 可 好也没用 金衡是老子的 之前他记忆全尸 还是老子一点点帮他找回来的 只不过可怜他当初流落凡间 被人利用了 别想了 蒙少还等着咱们呢 走吧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行 那我走了 我当帝君来犯银骨是为了救我 看来 我永远只是他顺手之举 算了不想他了 当务之急还是要拿到平婆国 不行不行 我还是最怕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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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